帽子先生 一個給大人和小朋友看的故事 布布天生有點特別 所以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都要布布戴著帽子才可以外出 有一天,布布就問媽媽 媽媽,我以後都不想戴帽子 戴帽子很熱,可以嗎? 但媽媽就說 不可以,你戴帽子的樣子這麼可愛 人人都喜歡可愛的小朋友 於是布布就跑去問爸爸 爸爸,我以後都不想戴帽子了 但爸爸很兇地說 不可以,大人都說了不行就是不行 乖的小朋友是要聽大人說的 第二天,布布回到學校就問媽媽老師了 Missy,我不想再戴帽子了 但爸爸和媽媽都不給 為什麼呢? 嗯,因為人人都喜歡 小朋友很漂亮,很整齊 每個人都一樣樣 這樣就很開心 媽媽老師是這樣解釋 不過布布就很傷心了 因為他不明白為什麼大人都不讓他自己做事 不讓他做自己喜歡的事 他哭了很久很久 既然大家都這麼喜歡我戴帽子 那好吧,以後大家喜歡就可以了 布布就這樣決定了 從此,他每天都會戴帽子才外出 也都開始收集各種各樣不同的帽子 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 直到他戴帽子了 他每天仍然都會戴帽子 打扮得很漂亮才外出 每個人都叫他做帽子先生 而布布身邊的朋友都很喜歡這樣的他 只是有時,布布間中都會想 其實和大家一樣,這樣就是開心嗎? 突然有一天,他收到家裡的電話 原來布布最喜歡的婆婆病了 而且還病得很重 婆婆唯一的心願就是見到布布最後一面 把他的秘密告訴布布 傻仔,不要哭啊 婆婆安慰著布布 你知不知道 其實婆婆跟你一樣 天生呢,就有點特別的 其實呢,我也很想讓其他人知道 不過一直都沒有勇氣啊 咳咳 我實在很後悔我自己 沒有給自己做喜歡做的事 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咳咳 小朋友 你比我勇敢 你不要讓自己 將來和婆婆一樣 過著有遺憾的人生啊 這個時候,婆婆脫了帽子 原來婆婆的頭上 有很大片的斑的 那一番說話 令到婆婆下定了決心 鼓起了勇氣 要把帽子脫下來 因為她決定要讓所有人見到真正的她 脫下帽子下來的那一刻開始 婆婆覺得前所未有這麼輕鬆 她終於都笑了 一個很久的 很久都沒有見過的笑容 不過當婆婆決定要做回自己的時候 家人就沒有馬上明白和接受她 甚至爸爸媽媽會怪婆婆 覺得她不聽她們的話 她身邊的朋友也沒有支持她 甚至有些離開了她 拒絕跟她再做朋友 有一些用很奇怪的眼光 看著她 甚至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但是婆婆知道 她都沒有做錯 她還是那個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的婆婆 她只不過是選擇想做自己 想讓其他人見到真正的她 婆婆自信了很多 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加開心 慢慢地她的爸爸媽媽 也都開始明白她和支持她 而她的勇敢 也都開始感染了很多的人 慢慢地令到身邊更加多的人都勇敢起來 夠膽把自己真實的一面表露出來 現在的婆婆真是很開心 每一天都過得很真實 她好多謝婆婆鼓勵了自己的勇敢 做自己真的好啊 小朋友 當你遇到父母 朋友都不明白你的時候 你要想起 布布先生的勇敢 因為做自己才是最開心 最自在的 所以你們要勇敢 我對問你 我不是想起 她的頭很不知 她的頭很不知 我不是想起 她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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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